協欣是會考慮轉直資 轉直資當然資源上的運用 是比較自主性比較高 和彈性比較高 我們希望在這個過程裏面 讓我們的學生有更多的服務機會給他們 所以在接下來的時候 我們第一樣協欣轉直資之後 我們將會推行一個 一對二十的小組教學 我們會在四個主科裏面 初中就是中文、英文、數學三個主科 再加上中學人科 上到高中的時候 就會是通識科 一生一世 這是一個我們很重點希望發展的 我們將會有一批老師 會去接手一個專業的步伐 去推行這件事 我們會看到一件事 現今我們的小朋友 十二、三歲上到中學 他會面對很多很多的轉變 他會有很多很多的天賤 他會有很多很多的疑問 身體的變化 朋友之間如何互相協調 如何與朋友相處 如何去選科 我們很希望 我們很希望 每個同學來到欣欣之後 他都會找到他的機會 很多人會說 機會是否就是玩sports 玩music 玩debate 不是 甚至他只需要 他找到自己覺得 他很enjoy 因為他很想去學習不同的課程 他很想知識的沉默 我們都很欣賞 以一族同學 有四個樂團 亦都有四個prior 我們都會有幾百個學生 其實是會接受到這些音樂的訓練 以及會出台的比賽 大家如果有留意 會看到其實我們有很多學生 在比賽中得到一個很優秀的成績 包括在國際的獎學 我們看到他的成果 但大家可能見不到他 他其實一早上十點半番的練習 午餐時吃半個小時後 接著又繼續練習 放學亦都會有繼續練習 為何他們會這樣做 歉欣究竟有甚麼不同呢 這也是我想說的第二點 在歉欣這裏 機會是平等分配的 而這個平等分配是不在乎 一個學生在入學的時候 他是不是已經彈琴好呢 拉小提琴好呢 不在乎 而我們歉欣在乎的是 那麼這個學生 有沒有那個謙卑的心 有沒有學習的意識 只要你在日常生活裏面 讓小朋友明白 有禮貌的重要性 還有他要有那個誠意 小朋友坐下 為何補協恩呢 不是我報我報我報 那我們就問他 其實你想去哪間學校呢 明白嗎 你可以由今天開始 就洗他的腦 媽媽想來到协欣 你喜不喜歡协欣 你看今天你來了协欣 你覺得她的小聖堂很漂亮嗎 你覺得姐姐的制服是否很吸引呢 姐姐是否很好 好啊很nice 其實是沒用的 你應該問問她 你究竟想叫什麼學校 今天早上我們給了一系列的招呼 給大家回家想 你真的要細心想 小朋友的意願是什麼